Hello 大家好 3月2日的下午12點 今早在重化有五組試集 是否剛才五組和四組 五組 和大家看看第一組八百米集 第一組集最高分是68分的實力歌 這隻叫做Solid Sharla 但以前不是這個名字 時間很快45秒3 這陣子的草地試集時間很快 23秒7、21秒6 一檔馬是幸運如見 這隻是Applet的兒子 52分3歲PPG希斯馬房 二檔是世紀星達 Sagred Force的兒子 3歲PPG 52分搖半分馬房 三檔是智蕾金 52分5歲PPG去偉達度 四檔常跑得在外地 是一隻濕地馬 Desert Store 3歲PP65分希斯馬房 五檔開心自有 Extravagant的兒子 未出過賽 丁冠豪馬房 3歲PPG 南征北戰 Smart Missile仔 3歲PPG 52分 偉達馬房 七檔是一隻實力歌 Prince Sharla 如果沒有記載 以前叫68分希斯馬房 這課集很快 時間很快45秒3 我盡量叫 有七隻馬 準備一部 起琴 五檔的開心自有 來的 準備一部 可以了嗎 這隻叫做實力歌 在搞搞陣 好 一起步的時候 比較快一點 中間的常跑德 和最近鏡頭的實力歌 快一點的 奈當 幸運預見也不慢 三隻都是希斯馬房 世紀星達 第四位 然後後面 鬆著鬆著走 南星北戰 裡面是智來金 包座六美 包座六美 那隻是 世紀星達 不是 那隻應該是 南星北戰 反正 前面見到幸運預見 領先了 第二位就是 常跑德 最近鏡頭的 實力歌 後面脫掉了 所以不給平均 其他很重要 看不清楚什麼衣服 前面見到幸運預見 很快 這隻馬 第二位就是 實力歌 第三位要鬆著鬆著 讓他走的 常跑德 第四位應該是 智麗金 第五位也看不到 後面那些馬 認不到 沒有故意去承認這三位 但見到 很快 快的時間 這隻幸運預見 這座集我都要給九分水準 常跑德 665分 都過了 因為時間實在太快了 前面的三隻都要給九分水準 實力歌 也是要給九分水準 後面那些 海森自由 南星北戰 智來金 四季星達 都未夠水準 全部未夠水準 但快到這樣 23秒7 最後21秒6 後面完全跟不住 後面那些馬 還未成功 但45秒3 我真的印象中 想不到有些什麼 曾經見過這麼快的時間 不好意思 我剛才完全沒有做任何準備 沒有認到那些衣服 但也幸運 前面那些衣服都試得很好 所以後面那些都掉了 我一次過講完那個 評分 後面那四隻馬 全部不給評分 好 看完第一組 第二組 第二組集 最高分是時時有餘 中距尼馬 段速25秒8 22秒半 23秒淨時間 1分11秒375 算不算很快 一檔又加州王者 Beta Braff的兒子 未出過賽 3歲PP76分 高東尼馬房 二檔 這應該是加州王者 不是 應該是加州雷電 神之水迪 Mossman仔 5歲PPG72分 賽漢馬房 三檔加州雷電 6歲PPG74分 高東尼馬房 安泰剛剛進去的 PP64分 應該在外地也是他的馬 會不會呢 3歲PP64分 賽漢馬房 涉事有餘 7歲PP105分 方家法馬房 都應該入閘了 準備入閘了 好了 只有五隻馬來試 我這次找得比較方便 和馬都比較熟 段速第二段快 最後不算很快 準備起步 不足足足足足 去看PP的背景 好 一起步的時候 比較快一點 是中間的加州雷電 比較適應一點 安泰也不慢 在外面 幾個戰步上來 剪到藍 領先兩個馬位 力流 靠在後身 神之水迪是第三位 外面是加州雷電 第四位貼著藍 就是加州王者 包括六米 時時有魚頭 四個馬位左右 前面安泰領先了一個馬位 第二位仍然是加州雷電 第三位貼著藍 加州王者 頭側側的外閃 拉回頭進去 第四位二碟 就是神之水迪 包括六米兩個馬位之後 時事有魚 現在仍然有四個馬位 三四個馬位之內 頭馬至尾馬的距離 前面安泰仍然領先了一個馬位 但是幾步上來 很大隻的 加州雷電 上來接近半個馬位的距離 準備過他 好像鬆著鬆著讓他走 這位是加州王者 外面 剛才拍了肩膀 看見神之水迪 可能有點外閃 然後後面 包裹那隻仍然是時事有魚 前面安泰仍然領先少少 但是加州雷電幾步 應該過他 剛剛也疏鬆了肩膀 再拍了一下肩膀 看見安泰 不是那麼肯走 加州雷電疏鬆肯走 第三位加州王者 要騎的 神之水迪都要鬆著 後面時事有魚 按住 過終點很輕鬆 加州雷電贏 第二名安泰 第三名是加州王者 第四名是神之水迪 巴掌六尾 時事有魚 如勢不錯 這位貨集時間正常 加州雷電可以更好 安泰 來得不錯 8.75 加州王者 8.5 神之水迪 8.5 神之水迪 今年好像不太on form 神經跑過第二名 但是加州眼罩 第一槽 跑得好之後就一般 然後是 時事有魚 長途馬 輕鬆追上來 如勢很好 又比8.75 這位貨集給不到九分水準 好 看完兩組集 看看第三組 大家好 在Facebook那裏 我開新的profile 和新群 之前那些賽馬 或馬會 全部被刪掉 因為 什麼原因都好 我也不再去深究了 可以在Facebook找我 馬技仙 和開群組 叫做贏錢又贏面 歡迎大家 用你的真身加入 大家聊聊馬 不要太悶 我個人都好奇心 重一點 所以看看加州王者 他的外地方 他就是叫做Forge del Palio 就是愛爾蘭馬 兩歲 會贏 暫時 不知道有多少 短途馬 1200到1400 看血統都是這類型的馬 安泰 在外地也是他的 自己用的 自己出賽 我記得有看過這隻馬 他在外地的時候 看他出賽 最後兩場都是大熱門 好像在遠地chester 就輸了 跑到1400米 但在July Track 即是在Rolli 新市場 最後兩歲 跑到1200米賽事 就贏了 未必很高伴 我想都是Alistor買的馬 好 看完兩組 看看第三組 也有新馬 第三組 只有四隻馬 是 《盈仔美滿》 應該這樣說 《浪漫組合》76分 《盈仔美滿》 是這隻PP 63分 《古當尼馬房》4歲PP 《二檔勁哥》 63分 《澳洲PP》 《阿倫》 我知哪隻 待會再說 三檔就快奴 64分 《古當尼馬房》3歲PP 《浪漫組合》76分 6歲PP 待會再逐隻馬去說 暫時不去研究 不跟你說那麼多 待會再逐隻去說 一起步的時候 比較快一點 是耐難的 不對 這是二檔 比较快点是内篮的,刑仔美满也不慢 外面的红色眼罩是浪漫组合,包了就是快乐 内篮刑仔美满领先了一个马位 头位比较高一点的刑哥第二位,第三位在内篮捐上是快乐 浪漫组合第四位,头马接下来三个马位很接近 前面仍然领先了一个几马位,刑仔美满 接着刑哥第二位,贴除药兰是快乐 也是H字部的二字头马,也是比较生一点的 浪漫组合比较熟一点,在外面很轻松地追上来 因为段速26秒1,23秒7,23秒2 其实是慢时间来的,而且段速不快 总时间1分13秒06,前面很轻松领先了出来的刑仔美满 但是是慢时间,里面是快乐,外面是近镜头 这就是浪漫组合包了到尾,叫劲哥 好,要骑,刑仔美满骑得很重要,也不是很加速的 熟一点点的浪漫组合,很轻松领先了 然后在后面,两只要骑的快乐 反而刑哥就按住,仍然是延伸重的 前面赢出这组试集的浪漫组合,还站高身 第二位就是刑仔美满,第三位就是快乐 第四位就是刑哥的 这次浪漫组合,慢时间,时间1分13秒06,我给8.75 这次刑仔美满,我们叫做Corman,在高云赢了一场千世米黏地 高冬尼马房的,也不知道有多少料 这些马,三班相信高冬尼,应该够吧 但未够,只剩8.5 快乐,这次是Galilio Gold的马 也是高冬尼马房的马 Rofco,在品卓市 哇,这些就是... 英文是什么?品卓 OK,但是呢 赢过马头的,也够64分 两岁未出赛,赛时赢16米 这次快乐应该跑长一点,很明显未够水准的 而这次叫做勁哥 勁哥呢,有个故事 就是朋友的朋友介绍了这班朋友给我认识 当时就说,不如找个便宜一点的PP 然后我就找了一只叫做... 八生八战给他,最后很便宜 最后答应了之后就没买到 他们就买了这一只 跑了12次,两个Win 5个PG 在Provincial那里 跑得有个表现的马 就买了过来了 要点时间的 而且应该跑长一点才打上会好些 63分都尴尬,减了几分好些 但是长远算得三班应该有竞争力的 但是就... 如果你买了八生八战,我现在已经有奖金收近了 不管怎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朋友 不同的代理人去说话 每个人都是专家 我不是专家 好,讲完了,讲到第四组 第四组集最高分是PP,圣钻神区 64分 一档马,华里茲,52分 四岁PPG,方家墨马房,Terminus 二档全喜深,44分 四岁PPG,彩害马房 三档就是圣钻神区 Modern Ready的儿子,四岁PP,64分 高冬林马房 四档就是快钱 三岁PPG,59分 彩害马房 马林,Captalist的儿子 四岁PPG,51分 伟达马房 哇,是不是不肯走 这只叫Timpunwatu 就是在桥莫营巡马 就是圣钻神区 但不知为什么 会来香港的 64分,远地都跑到二名 这些马 外地方不强 一起步的时候 快小时快钱 起码会赢马 中间圣钻神区也不慢 但传理心的几个战步 也能够抢到他 领先了一个马位 第二位在外面 二叠位置 就是圣钻神区 第三位 应该是 华里茲 第四位 就是快钱 包着落尾 是马林 头马战尾马 是十几个马位 因为前面的传理心 完全一上口就拉不住了 断速方面 24秒 1 22秒 24秒 就是非常非常慢 传理心 领先了七个马位 第二位就是圣钻神区 第三位 就是华里茲 二叠 第四位 后面 是快钱 包尾是马林 头马战尾马 也是十个马位 前面传理心 要骑 看看他肯不肯走 好了 华里茲 好像有点外闪 在望后面 其实是站高身的 里面的圣钻神区 骑内也不肯走 哇 立了 马林要骑 快钱要骑 马林站得很重要 暂时顶先了 那只全理心 已经收工了 第二位 竟然是那只 就是 话里茲 刚才以为下班 回到后 又肯走 第三位 就是快钱 包在尾一队 那就是 全喜心 正存城区 全喜心不给评分 在他的口 都控制不了 正存城区 未够 也不给评分 话里茲 以为退了 回到后 又肯走 1分11秒29 拉斯按住 比较轻松 比较8.75 马林要骑8.5 快钱这货集 真的一般 又是比较8.5 纯粹这货集 一般 但这货集试得最好 反而是车前到后 很奇怪 希望他之后 有好表现 有点进退失据 很有趣 以为会散掉 但回到后又不抽 快钱以为是最好的 结果回到后又不太多 特别留意一下 华里茲 看完四组集 看下第五组 第五组 第五组试集 最高分52分 大数据 时间1分12秒56 正常至偏慢 段速方面 25秒6 22秒半 24秒4 又是不断偏慢 一档马非凡魅力 7岁PPG 何言马房30分 二档灰马 潮州大兄 5岁PPG 43分用天盘马房 三档 Vancouver仔 升州进马 4岁PPG 49分高冬尼马房 四档 大数据 capitalist 二半分马房 三岁PPG 52分马 五档 计身订造 7岁PP 45分方 加8马房 102 非凡魅力 3位 阵面 4位 5位 大数据 3位 2位 大数据 包座六美是中距離馬,量身訂做,頭馬前尾馬,八個馬位左右 現在大概還有600米路程,潮州大興領先了兩個馬位 第二位就是升州進馬,後面三個馬位之後,見到內蘭就是非凡魅力,外面就是大數據,包座六美三個馬位之後,量身訂做 撒開大步,領先了六個馬位,潮州大興,第二位貼著柳欄,升州進馬,第三位大數據,第四位非凡魅力,在馬尾跟馬,包座六美,量身訂做 記住一部段是慢時間,看看是時辰點,好了,出腳速這麼高的,潮州大興,仍然領先的,第二位,升州進馬按住,片來片去,哪邊都不受控制的 大數據第三位,第四位是非凡魅力,包座六美,近鏡頭這隻,量身訂做,前面,看看是否追不追,都好像仍然有力,那些步都仍然,都肯開的 沒有縮到那些步,潮州大興,贏了這貨自閘,升州進馬第二名,第三名仍然是大數據,但控制不到這隻馬,非凡魅力,全程按住,沒什麼看,如世不錯,但見到,之後包座六美,就是量身訂做 我覺得試得最差的是大數據,很生嘔嘔的,升州進馬, 追上來勉強,時間不算很快,我可以比8.5,很明顯不是最好的時候來的,非凡魅力,輕鬆追上來,又比8.75,潮州大興,回到來都可以貫注到8.75 度身訂做,我覺得他可以再好些,但因為長途馬的關係,他的貨自閘也是輕鬆比8.75,但這個評分沒有優勢的,感覺上45分,可能要先減5分下班 好了,看完細碼了,說多次了,因為我明天下去澳洲看碼,選碼,買碼,所以我就下個星期才會回來補一些試集給大家 明天有三多試集的,明天沒有空做的,我就下個星期才補回給大家,好嗎?希望大家贏多一點,記得,如果你還未訂閱這條頻道的話,記得去訂閱,還未加入我的WeChat群,或者是我的Facebook群的,記得用真身加入,拜拜! 拜拜!